美国体操队前队医纳萨尔今天现身密歇根州法庭 神情落寞的他在听证会上承认 自己以治疗为由性侵7名当时未成年受害者 包括3名奥运冠军选手 As to count 1, criminal sexual conduct, first degree, person under 13, defendant 17 years of age or older, victim A,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as stated, Your Honor Count 2, criminal sexual conduct, first degree, person under 13, defendant 17 years of age or older, victim B,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除了对控撞执认不会,纳萨尔也向受害者忏悔 表示自己每天诵经祈祷,祈求得到原谅 超过125名女性的女性 指控纳萨尔性骚扰,也是奥运选手的其中一名受害者丹荷兰 就指出,尽管纳萨尔的兽刑已经暴露,但美国体操协会的体制必须有所改善才能根治问题 现年54岁的纳萨尔是美国体操协会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的队一 也是有名的运动康复专家向来德高望重 随着多名受害者站出来指控他性侵 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对最少25年监禁